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也有一个内外有别这么一个区分 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要办签证 那要在美国使领馆办理 不管是移民签证还是各类非移民签证 那这些呢这个美国使领馆呢 它是美国国务院 在美国你要是办绿卡呢 要通过移民局 移民局呢是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 所以他们的规定尺度啊 具体的标准流程等等都是不一样 那么川普是总统期间呢 他这个限制的翻布了各种限制 比如说有一些 有的人通常叫穆斯林办 因为他就是有这个七八个国家 主要是穆斯林国家 还有呢就是10043 这些呢都是对于在美国境外的人 要办签证 而对于在美国境内的呢 川普能够影响的就比较少啊 因为还受到国会更多限制 或者呢川普曾经提到过说 要有这个所谓公众负担 这个如果说收入啊资产啊 达不到若干的标准等等啊 那可能会影响移民的批准 但是呢这个公众负担几经反复 包括川普的要求 后来被有的法官就是扑谈 后的啊 到后来等到拜登上台呢 也都废除了 公众负担的标准呢 又回到了大概1999年 20多年前的这个状态 那讲到这些呢 这意思是提到 在美国境外办F1签证 和在美国境内办绿卡 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们律所呢就有 来自这个国防妻子院校的人 也都顺利的取得了 美国绿卡的批准 我们家住在叫学院南路啊 像这个北航北游啊 说的7加1 要说大家知道 办理美国的B2签证 比原来更难 F1签证呢 遇到这个check 背景调查也比原来更多 移民签证有时候 也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能在美国境内 各种所谓叫救济手段啊 或者说其他的 alternative替代的办法啊 或者说这个沟通渠道 也都更多一些 我们看到的呢 在美国境外 如果说签证被拒 不管是移民签证 还是非移民签证 要想申诉 往往比较困难 你可以提交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过后不见得有什么结果 如果在美国境内呢 各种机会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视频 也都讲到过 有别的上诉啊 联系这个移民局联系议员啊 各种办法 从这个角度呢 在美国境内境外是不一样的 很想到在内外有别 如果已经入境美国 办理绿卡 那可以不受影响 当然如果个人做的是 敏感专业等等 那也可以相应的 有一个说明解释 作为背景调查的一部分 相应的呢 在这个绿卡申请中 可以做对应的准备 好 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10043 国防妻子和美国绿卡的申请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